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毫不惧怕 他们反而能培养出对来世更大的盼望和向往 而不是现实的痛苦和苦难 这背后的原动力就是耶稣的复活 西伯来书的作者在西伯来书十一章中对此做了如下记录 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照更美的复活 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 从而让我们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天国的未来 拥有更大的盼望 看一下西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显著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怎样了呢 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照更美的复活 即便遭受严酷的酷刑 逼迫和痛苦 他们也不肯苟且得释放 换言之 他们并没有为了逃避那些时刻 而找一些可怜的借口 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复活 是为了参与一人的复活 因此 耶稣的复活 对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被关在监狱里 被戏弄嘲笑和鞭打 但他们却忍受了 各种苦难和迫害 也不肯被释放 是什么让他们不屈服于这些状况呢 因为他们相信复活 他们相信 即使他们的肉身 在这世上暂时死了 上帝也会让他们复活 他们将极大的希望寄托在 上帝应许他们在复活的早晨 使他们成为基督之国 又君尊的祭司 这一应许之上 因此 上帝是如何描述他们 坚定不移的信心的呢 启示录中 关于七个教会的预言中 以作为第一个的以赴索教会 来描述初代教会圣徒们的信心 因为当时他们的信心 是最令人羡慕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对复活的盼望 越来越微弱 对天国的期盼 也越来越淡薄 结果人们的注意力 越来越集中在肉身的世界 和属地的肉眼可见的事物上 初代教会火热 虔诚的信心逐渐消失 各位 基督复活的荣耀 确实非常了不起 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新约真理的核心 就是我们对复活的信心 我们不能只为了 这世上短暂的快乐而生活 想一想父亲母亲 复活小于我们的那样 期待必朽坏的身体 穿上不朽坏的身体的那一刻才行 我们会想那会是怎样的时刻呢 因为我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所以我们热切地等待着那一刻 所以我们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 也要与世人不同才行 我们要以基督徒的身份感到自豪 在圣灵时代 我们相信埃洛西母上帝 我们要铭记 我们现在处在相信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最恩典 最尊贵 最荣耀的位置上 让我们在这复活节 铭记复活的伟大意义吧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时 难免会遇到艰难 障碍和困苦 但我们不能只关注地上的事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还有要去的天国 也绝对不能放弃天国 通过西部来书 十一章再次确认一下此内容 十一章三十五节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聚聚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 山羊的皮各处奔跑 受穷杂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林 山洞 地球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三十五节中可以找到证据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我们可以从这两处经文中找到证据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对天国抱有巨大的盼望 在这世上 晚衣宝石的生活 确实很舒适 但若这样的安慰 阻碍了去天国的道路 我们就要拥有 绕过他的信心 才行 这世上是我们为了抵达天国 而必须要经历的短暂的过程 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怀着这种心态 跟随基督的一生 持守了自己的信心 所以上帝说 当时的信心是最灿烂的 查看他们是如何拥有 如此光芒四射的信心后 就会发现 这是因他们对复活 抱有巨大的盼望 那么当我们复活时 会成为什么形态呢 对此耶稣是怎么说的呢 他小于我们说 复活后我们会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我们将不再生活在 这肉身的丈母里 那么我们来查看一下 两千年前耶稣复活后 所行的各种事迹吧 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 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13节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斯 比耶路撒冷 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 所遇见的这一切是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自己的门徒 是没有道理不认识他的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 格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 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 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基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一起步行到二十五里 及十一公里以外的 一马五四 他们怎么能 没认出耶稣呢 各位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那是 耶稣复活的身体 耶稣小于我们 当我们复活后 会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当时 耶稣也处于这种状况中 耶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破饼给他们吃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之后才领悟到 啊 这就是耶稣 当他们认出耶稣时 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 上帝小于我们说 我们也会变化成灵性的身体 继续查看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即复活节的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英文圣经明确记录说 门是关着的 是锁着的 谁也不能进来 不仅把门关上了 还锁得严严实实的 再看十九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 他们锁了门 没有人开门 但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 耶稣复活后 以灵性的身体活动 上帝没有让去往伊玛伍斯的两个门徒认出他 他还通过剥柄 赐予了他们领悟 当他们认出他就是基督后 耶稣就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此外 当门徒们在一起时 因为害怕犹太人 而锁上了门 然而 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 再看十九节 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不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门被锁得 严严实实 没有人给他开门 但耶稣却在房间里 奇迹般地出现了 不仅如此 去往伊玛五四的 两个门徒 认出耶稣时 耶稣也突然 从他们的视线中 消失了 还向门徒们显现 并与他们 一同进餐 耶稣就这样自由地 在三次元和五次元之间移动 我们可以通过圣经 确认此内容 看一下二十四节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低图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这里的门也是锁着的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看到了耶稣手上的钉痕 和肋旁的枪痕 当他看到这一切后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得有福了 请大家仔细查看一下 耶稣的出现和活动范围 以及耶稣瞬间出现 和消失的所有场面吧 这是非常奇异的事 不是吗 这不能说是肉身 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灵性的身体 上帝若想去三次元的世界 就能拥有三次元的身体 上帝若想去五次元的世界 就能拥有五次元的身体 这是关于基督以灵性的身体复活后 所行之事的圣经记录 继续查看《使徒行传》一章六节 为了向门徒们证明自己 已经从死里复活 耶稣用四十天的时间 向门徒们显现 耶稣说 你们既然摸了我手上的钉痕 和肋旁的枪伤 你们就要向万民见证 我复活的事实 使在死亡的锁链上 痛苦的人类全部得到救赎 上帝如此将传道的使命 托付给了他们 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六节 六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 为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找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怎样了呢 他就被取上升 这些现象 对于生活在受物理法则支配的 地球上的人们来说 是无法理解的 他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消失了 然后突然出现在一个 被严密紧锁的房间里 任何人都无法进入 耶稣让多马触摸自己肋旁的枪痕 查看手上的钉痕 有时还与门徒们一起吃饭 最后 基督在门徒们眼前 向他们展示了升天的场面 圣经66卷 确实赐予了我们巨大的希望 不是吗 基督通过复活 向我们显明了 在此之后的惊人世界的存在 他小于我们 不仅存在我们所知的三次元世界 还存在着三次元以外的世界 所以上帝才小于我们 绝对不能放弃天国的盼望 因为这地上的事还不是全部 耶稣在谈话中突然消失 或突然出现在上所的房间里 耶稣为何不断地显明这些内容呢 耶稣不断地小于我们 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世界之外 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 不是吗 耶稣在门徒们眼前突然升天 有一片云遮住了他 想一想这些状况 各位你们能理解吗 复活后 基督按照自己的意愿 向门徒们展示了自己灵性的身体 即三次元和五次元的形态 并小于他们说 你们复活后 也会拥有这种灵性的身体 必朽坏的身体会怎样呢 经常说 所中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却是不朽坏的 这是在说复活的事 不是吗 通过圣经来确认一下吧 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节 十五章四十节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越有日的荣光 越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中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中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中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中的是血迹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基督为了让我们重回灵的世界 赐予了我们宝贵的教导和盼望 四十八节 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 将来我们也必有什么样的形状呢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看一下下一节 五十节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必朽坏的 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时 眨眼之间 号筒莫似吹响的时候 耶号筒要想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到那时 我们就会像基督所显明的那样 得到改变 当基督与去网 以马五思的两个门徒交谈时 他们领悟了一些内容 并认出了基督 耶稣就这样 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门徒们聚集在那里 因为害怕犹太人破门而入 锁住了所有的门 然而 耶稣突然出现在了他们中间 耶稣给他们看了手上的钉痕 和肋旁的枪痕 一周后 耶稣又向当时不在场的多玛显现 对他说 你用手指摸摸这里吧 既然你说 除非如此 你总不能谢 后来 耶稣也与门徒们一同进餐 最终在复活四十天后 门徒们在橄榄山上 亲眼目睹了 耶稣升天的场面 耶稣继续说明了此真理 肉身将变化为灵性的身体 在最后的号角吹响时 你就会在一瞬间改变 看一下五十三节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对于我们的劳苦 上帝是怎么说的呢 绝不会突然 上帝吩咐我们 要将这福音 传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我们是被罪和死亡的锁链 所捆绑 一生都在恐惧中 被死亡奴役的可怜的人类 不是吗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在没有复活的盼望之前 也对所有的事都感到害怕 但当他们对复活 有了完全的领悟后 就不再惧怕任何事 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复活 而不肯苟且地释放 如果他们承认说 我不信耶稣 他们就可以得到释放并活命 但他们却说 我若活着 还能活几年呢 我怎么能为了 多活二十年 而放弃永生呢 我们也要拥有这样的信心 走信心之路才行 希望通过今天的复活节 我们也能重新燃起 刚领受真理时的火热心灵 进入曾是我们故乡的 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的国度 希望天上家人们 一个也不落下 恩典地回到这永恒的世界 我们绝对不能失去复活的精神 所以圣经小于我们说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我们的劳苦绝不会突然 实在是阿门 所有的西阿尔女 都要向林社 熟人 朋友 家人们 在职场 学校传道 让我们将这得福 美丽的消息 告诉给每个人吧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